在柳妍生日当天,神秘人士在多地为她放飞告白气球,羡煞旁人 对于如此贴心的举动,单身多年的柳妍觉得很浪漫 韩急生活中,顾会期待男生用如此浪漫的方式向自己告白时 柳妍却摇头拒绝,表示吃不消 柳妍因紧凑的行程,她已经连续六年在工作中吹灭生日蜡烛 也被网友称为拼命三娘 拍摄当天,主办方还贴心为其补上生日蛋糕 但问到她的生日愿望,柳妍的回答却出乎意料 早就不相信许愿了,就希望身体健康之类的 以前会许希望自己会红 但是现在已经红了,就不相信许愿这种事情 对于近来热议的演员夜晚对戏事件 柳妍表示自己会通过手机解决问题 我觉得现在聊天软件很发达,就是视频语音啊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说要晚上对剧本的 我也会选择和导演先对好剧本 白天和对手演员走戏,基本都是可以的